Hello,大家好, 今天先跟大家讲讲薄熙来的新闻, 当然不是直接与他有关, 就是薄熙来的岳母范城秀过身了, 连士尔高,他都算高寿,99岁过身, 这样一直引出来大家的关注, 究竟薄熙来可不可以出席遗体送告别的仪式呢? 就是那个桑礼, 还有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, 也即是范城秀的女儿, 而范城秀的丈夫亦都是开国功臣武将之一的谷景生, 这些全部都是共产党尊重的人物来的, 但是薄熙来他自己本身亦都是阶下囚, 你在宫廷斗争裡面你输了, 当然是说他很多背后阴谋等等, 用国法贪污等等自罪, 所以现在结果出来了, 就是范城秀举笨, 到最后到今时今日未有消息, 讲薄熙来与菊开来夫妇两人, 去出席过范城秀的遗体告别仪式。 从这裡来讲,大家就开始有不同的对比了, 第一个对比, 就是将今时今日的情况, 与以前历代王朝的对比, 要对比很多的, 只能够提出一点的, 就是以前封建王朝的时候, 如果是有一些所谓的乱臣策子, 他们自己本身是阶下囚, 或者皇室方面认为对他有影响的, 这一类那样的,哪怕是生离死别, 不给见就不给见了, 一覆射到今时今日, 大家便会开始想为什麽这麽相似,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类批不批准它出来, 不是监狱方面的权利来的, 一定是更高层, 不知去到哪一层的权利来的, 大家立即便说原来是这样的, 算不算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呢? 似乎又不是。 另外一点可以看到的, 为什麽又不给薄熙来, 你说薄熙来不出来, 就是因为他罪大恶极, 但是你连谷开来, 他以前的名叫小礼, 或者叫礼仪,家庭裡面叫的名字, 连谷开来都不可以去送妈妈最后一程, 究竟有没有在桑礼以外的时间, 给他去围体告别公司下的,有没有呢? 这个不知道,总之在公开的活动裡面就不见了, 大家便说, 为什麽是会去到一个那麽, 不要说绝,那麽尽的环境, 女儿去送妈妈都不行, 即刻令人想起在香港早排民主党主席胡志伟, 是否同样奔赴桑, 结果是监狱不准, 到最后这件事情骂了出来, 然后才不知道哪方面突然间人性体现, 于是让他去。 你中间这一个过程的周章转折, 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磨折来的了, 这一个来讲, 为什麽国内香港去到一些政治问题、政治人物, 是同样好像自然封建王朝那样的? 你再看,如果你现在不让薄熙来谷开来出席, 范承秀的桑礼, 其中侧面来反映,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, 是否反映了官方仍然担心或恐惧或惧怕, 薄熙来仍然有他某些程度的政治能量? 是吧? 我们从外界看,没有的了, 薄熙来怎样去威胁现在的中央领导层? 是吧?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,没有威胁的, 你便让他出来,是吧? 大家在过去的传闻裡面, 其他的官员,不是指这件案的, 其他的官员裡面, 某个程度上,他都可以有很多人进去探他, 甚至上有一些在监狱裡面的享受, 我只能用享受的字, 很好的,不同一般的囚犯, 可以在监狱裡面开会的。 那时候,大家可以看到, 有几件这些案件都有传出来的相当好的待遇, 那时候陈希同,北京市市长, 他不是很危险而已,在监狱裡面。 总之类似这一类的, 即使賴昌星在加拿大走了那麼久, 回去也曾经传过他, 他是在囚人, 但是不是那种做苦工那种来的。 现在薄熙来在狱中裡面的待遇, 外界是很少新闻的, 但是就是因为个恶母出殯, 而他不出来,反而反过来引起更加多方面的猜测, 是否有关方面还担心他有政治能量呢? 如果是的话,大家就问薄熙来的政治能量在哪裡? 没有的,我很肯定, 或者你从个常理裡面去猜测, 他不可能在监狱裡面指挥到其他人, 影响到其他人。 更加不可能有什麽专政机器、 军方、武警会影响到,绝对不会的。 唯一一个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能量, 文化裡面产生一些外界看不到的影响, 可能是官方认为有的影响,是什麽呢? 就是薄熙来可能会成为了弱者抗争的形象, 弱者,因为他斗输了。 但是大家都说,其实两边都是斗的, 他输了,他也是罪有应得的。 但是在一般同情弱者那种心理驱使之下, 薄熙来这一个状况可以形成一个本钱。 我都说,他现在判无期徒刑。 理论上,他最后都会老死监狱的。 不过,在中国的历代官场文化裡面, 又会不会觉得,都不是。 可能不知未来怎样气候一转,可能会出来的。 你看看文化大革命那时候, 陈伯达那些,刚清死于欲中,四人帮那些。 后来又出来的,不过陈伯达出来的时候, 他已经是老成丢借了, 借了,没有了能量才放你出来。 现在薄熙来未来命运是怎样?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伤害的, 可能官方觉得他有影响,有伤害,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这个又形成外面的合理推测了, 对官方本身的形象都没有什麽好处。 第三点去看的,就是今次的喪禮裡面, 不知很可能都分了两个方面的, 一个是官式,一个是家庭式的。 家庭式那个据讲是薄熙来、谷开来, 以及他泛成兽的外孙,薄瓜瓜, 即是薄熙来的儿子, 那个悼念的花圈都很显著地放在中间。 这个如果你是家族, 或者家庭式那种悼念,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。 不过大家的焦点,包括外国的焦点, 国内关心政界以至关心一般人, 当是茶余饭后关心, 那个焦点在哪裡呢? 就落在薄瓜瓜那裡了。 薄瓜瓜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, 他就说本来出去外国, 就想着最多跟婆婆几年不见了, 我去读书而已,读完书我回来。 怎料现在一去十几年, 因为薄熙来那件案是2013的, 如果我没有记错, 到现在十几年, 不是2013到现在未够, 但是薄瓜瓜出去是更早的, 十几年,到最后见不到。 而他的悼念文章裡面也提过, 原来他跟他婆婆生前重病的时候, 是网上对话的, 谈了多久呢? 是两个多钟头,两小时零四分四十秒, 这个是他自己的文章裡面讲出来的。 换句话讲, 官方夹着那麽远, 就是给你两婆孙, 最后一句生离死别, 这个死别已吞声,生离何叉叉, 都是有一些人性化那种安排, 但是始终回不了他。 现在薄瓜瓜的情况是怎样呢? 他在美国读书, 拿着博士了, 跟着又去了加拿大做事, 总之他已经是一个西方世界裡面的, 就是一个大家关心的人。 如果你说这个已经是飞入尋常百姓家, 以前的唐謝王前宴, 现在飞入尋常百姓家, 你可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的。 但是现在外面的看法或者传闻, 就说未必。 你看看,现在他整个思维, 或者他整个生活, 除了他自己个人的选择之外, 你说美国政府其实会不会都很关心呢? 我只关心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, 总之你在这,他不会赶你走, 你又可以变成美国公民等等, 他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协助, 协助你会生活得好些, 或者你有什麽想法, 美国又多些了解关注帮助, 美国会不会这样呢? 所以这个我讲到不是传闻来的, 有些传闻就说, 现在博瓜瓜多少岁? 三十多岁人了,是吧? 如果没有看错, 没有记错, 现在博瓜瓜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, 拿到法学博士了, 现在34岁, 这34岁是成年人来的, 我估他都很希望能够回中国, 但是形势似乎暂时又不敢让他回去, 跟着又现在让他与婆婆2小时4分40秒, 最后一个视像的见面。 究竟这个又说明什麽呢? 如果从过去的历史, 你看看中国裡面有些王朝的更换等等, 有一些龙默之后, 有时未必是, 可能是皇后帐上的下一代, 可能是流放在帝首, 然后某些人绝养起来, 第二天如果形势一变的时候, 它可以完全脱离政治圈子, 但是同样又可以是皇子复仇记的, 你看沙士比亚那些这样的剧。 总之我都说, 现在你变成是制造了很多的观察点、猜测、 文化、文学作品, 你都不一而足的。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讲, 就继续了, 就辐射到中国整个政坛的稳定。 眼前我不觉得有什麽不稳定的, 但是如果是一种这样的封建皇权的文化, 处理方法延续到今时今日, 又是按照看一看怎样, 这样来处理的话, 我就倒不如好好地想想, 在适当时候去解开这些结。 这个问题知事体大, 是没有结论,也没有任何具体的, 只不过是说你如何能够让宫廷斗争那些遗害, 尽量减少, 才有利于你整个整体的政局。 必须记住,今次这个事件是范成修过身, 而范成修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整个过程裡面, 它是相当投入, 以至对共产党相当有利的。 为什麽?范成修14岁已经是参加革命, 所谓参加革命就是为共产党做事, 因为它是当时记录, 以前小兵张家8岁, 我们那时13岁小鬼队, 不过是另一回事,我们没有那麽高层次, 跟着15岁范成修是参加了八路军, 一二九师, 跟着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 真的跟共产党真是开山剔石, 而谷景生亦是开国的军中的众神, 但是很惨,我所知惨就是这一类人士, 如果他们真的一心忡忡忡忡忡, 讲得不好听点便忡忡忎忡忽忡忡, 这个不是贬持, 只不过去到这些位时, 大家应该很尊重当时的无私奉献, 范城秀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, 他不知怎麽右,被人扔了下去, 这个都是右派来的。 当时他已经为了他家人着想, 提出与谷景森离婚, 这些是很人性化的事情, 你看他真的只是自己委屈, 结果当时谷景森是怎样呢? 不来,不会因为你落难, 我就大难临头郭子妃, 不是,而是鸳鸯本事同临了。 这些都是可歌可歌的事件, 到发展到晚年的时候, 你因为下一代的权威游戏之争, 而到最后老人家都无办法见下一代, 就含恨而终了。 这些来讲,都不是我们能够影响得到的了, 只不过从薄熙来,今次还有高开来, 无办法出席官方安排这个遗体告别仪式, 而引起很多感慨,总之感慨希望以后无了, 这个真是更长远的, 中国要怎样改变那个政治文化了。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裡,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